今天我妈妈因为听了我爸半句话 然后很多事情就没有搞明白 结果就跟我说话了 但人与人说话 我也再想了一想 人与人说话 人与人交流 就是说有攻击很正常的 我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 是觉得需要克服心理障碍 就是说当你有一天克服了这个心理障碍了以后 你克服了心理障碍 你就觉得没什么问题 很多事情就是钱到位了就解决了 那你跟老板做生意 也真来真去的 也是为了钱的事 那我们以前小的时候 就学了一个东西叫恐龙让离 我跟你说一句 我不想让离 我要抢就要抢 那所以这么多人都是说 都盯着这个领导人这个位置 就是大家就是争权夺利 就本来就 就是说这个争权夺利 这个事 我也觉得我也要敢于说 就是人与人争权夺利 他为了什么呢 为了出头 很多时候 我现在最大的一个东西 就是觉得 我们别人给唬住了 有些人没有那么厉害 结果把我给唬住了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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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